去年春天 我在山上看到一棵被烧黑的树 树上藏着一些小枝 可能树会被烧毁 也会枯萎 可是 下一次遇到春天的时候 依然会说 你终于来了 今天是2022年3月31日 我叫陈章义 今年25岁 现在是一名基督片摄影师 今天应该是我居家的第19天 这几天 就疫情这几天 也接到了好多电话 就是跟家里人 跟朋友 跟以前同学 这类的学长什么的 会觉得很珍贵的是什么呢 那就应该是 大家认为要情怀吧 一般聊本来就是想聊几句 但是一聊就是能聊一两个小时 时间其实也过得蛮快的 相比刚开始 会有一点比较踏实一点的感觉 当你社交减少得非常的极限的时候 你就会渴望那种社会化的过程 天气回暖 有一天 然后楼下有特别多的人 他们就是打羽毛球 然后甚至踢足球 跳绳 然后跑步 有一种生活慢下来的感觉 跟冬天里面那种景象是不一样的 冬天大家不太下楼 因为太冷 大家会有一种出门 去做点什么的那种冲动 那现在反而就是 把我们困在这里面的时候 你才会去迫切地感受那些 以前你习以为常的那些东西 因为你现在再也触碰不到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期待 因为也不知道出去的时候 春天还在不在 蛮令人难过的吧 因为每一年的春天就只有一次 然后疫情也比较严重 也说不好说哪一天才能好 但是大家肯定都希望 能早一点出去 能早一点好心 我想打一场球 就是那种流特别多汗 然后特别累 特别全身力气全部用完 你就躺在地上 每一个季节或者每一个月份 你吃到不同的水果的时候 你就感觉到 原来是四季在变化了 真的就是你以前 从来不会一直到春天会有什么 你可能能看到很多人出门 野餐啊什么的 但是我发现我渴望的 不是那种春天给我的感受 而是一种 我可以随时想要去哪里 我马上就能出发的那种冲动 春天其实是有一个 风渐渐变暖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现在居然感受不到了 但阳光还不够炙烈 寒野逐渐消散的时候 高出的风吹在树叶上 低出的风吹在脸上 渐渐变暖 在太多看一眼即将落下的夕阳 我说 此时应该是要嘈杂一些的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